接着往后来看我们的第四句 后面记目说了 第三句话是给了理由 说为什么海豚没有救人这个动机 下面取例子了 举了个具体的例子 你不信你看看 他说 In 1928 Some purposes were photographed Working like beavers To push ashore a water-locked mattress 这个句式咱们还是先分析语法成文 In 1928 在1928年 是时间状狱了 有一些海豚被拍照拍下来了 后面这个Working like beaver 一直到句末这些题字 可以看到逐语补足语来 被拍来干嘛呢 补充说明 他干嘛呢 像海里鼠一样在工作 干嘛呢 目的状狱是 这是整个逐语补足语 内部迁套的目的状狱 为了把一个泡满水的陈牌 推到岸上 Push ashore 这个 ashore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Too sure是一样的 这又是一个状狱前置 避语后置 为什么 Push避语 A water-locked mattress 一个泡满水的陈牌 当然 卖水不是床垫 是陈牌 咱们一会解释 避语太长了 状狱短了 先说状狱后缩避语 还是一个改变语序的 这么一个用法 好 那么这里面首先出现 照下来某人正在做模式 当固定搭配可以背起来 叫做photograp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拍下来某人正在做模式 这个当搭配可以记住 你比如说 they were photographed playing with the children 他们与孩子们玩耍的情景 被照了下来 被拍下来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们这个 后面的beaver呢 很有一个常见的习语 可以顺便记记 beaver是海鲤鼠 我们有个搭配叫an eager beaver eager是渴望的 积极可可的 eager beaver是个押韵的用法 eager beaver 从发音类似 什么意思 为了成功拼命努力的人 为了去美国多数 拼命背担词 为了去挣大钱 每天拼命拼搏 这叫eager beaver 因为海鲤鼠每天都在辛勤工作 它在筑水吧 然后用水的长落来捕鱼 所以eager beaver 有这么一个用法 那百分之后像海鲤鼠那样 怎么样 to push ashore 我们说push ashore 也是壮益前置 ashore是壮益前置 这个matrix 注意不是床垫 这个105页 一文的第四行 这个翻译错了 新版本可能会改过来 但是我这个数理翻译错了 105页 一文第四行 它说一个泡满水的床垫 床垫不会到大海里面去 这个matrix是尘牌 或者叫尘床 这个在大海里常见 就是用木枝 树枝或者荆棘 编成的一个长方块的东西 像床垫一样 把它扣在堤坝之上 避免海洋那些什么嘎里 这些蜗牛附着在堤坝上 慢慢会腐蚀堤坝 这叫尘牌 或者叫尘床 它是在海平面以下 附着在大坝之上 避免那些海洋生物腐蚀大坝 有的是大浪 浪头太大了 会把尘牌冲跑了 就飘在水面上 随之尘牌尘床 不是床垫 万一社出的书里面 偶尔也有错误 所以胡适先生说 做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 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 做人交朋友 我跟你做朋友 我充分相信你 我不怀你 但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 教科书一定正确吗 打破砂锅分到底 这是我们学术的质疑精神 这是对的 这个有毛病 好 到此为止 举了例子 你看 它就是把这个陈牌推到岸上 你能说它有救这个陈牌 救陈床的动机吗 不可能吗 那么救人也是出于好奇心 为的好玩吗 那么做一样 至此为止 第三第四两句 恰好推翻了第一句话中的第一个迷信 就是海豚有救人的动机 就是前面那个 Proposes will save drowning men by pushing them to the surface 第一个迷信 推翻了 那么下面 势必要去推翻第二个迷信 就是第一句话中呢 Protect them from sharks by surrounding them in defense of a mission 就是把人包围起来 以对抗鲨鱼 要推翻这个迷信 咱们看看 下面第五句话是怎么说的 第五句话说 这句话又比较麻烦 咱们先看语法重复分析 这个18个第一段 这重点句特别多 那么在第二行的逗号之前 整个if从句是一个条件状行从句 条件状行从句里面 签套了一个as has been reported 这是as引导的非线连性的定义从句 就两个逗号之间 是个as引导的非线连性的定义从句 它跟which引导的有什么不一样 咱们以后会说 那么如果正如被报道那样 他们曾经保护人意对抗鲨鱼 你看力把子了 要破这个迷信了 怎么样呢 it may have been 这有可能是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的主干了 那么然后 it may have been a and b 可能是跟着两个 后面 because 可以看作是表语从句了 因为后面是b动词 b动词表语从句 第一个because 第二个because并列 做前面b动词的表语 也可能因为 好奇心吸引了他们 或者因为 一顿可能的美餐的香味 吸引了鲨鱼 也不是由于人 要 这个海豚 要去救人 要破这个迷信 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 比较麻烦的as引导的 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这个我们知道 非线的定义从句 用wish引导也很常见 那么用s引导 用wish引导 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在第三课讲过 s引导的限定性定义从句 它做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咱们从它的使用 和它的用的场合 咱们好好看看 就是这两种定义从句的区别 s引导的和wish引导的 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区别 主要有这四大方面区别 第一个 s作为关系代词 它是指代整个主句 一定是指代整个主句 它不能只求是某个先行词 而wish作为关系代词 它可以指代整个主句 或者先行词都可以 而s只能指代整个主句 这是跟位置不一样的地方 文文中的s 是指代的if从句 内部整个的if从句的主干 因为s是牵涛在if从句 内部的一个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它所谓的主句 就是外层的if从句 那么正如被报道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保护人意 对抗杀鱼 对吧 这是这么一个 而wish 指代整个主句 或先行词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 s引导的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可以位于主句之前 主句中间 主句后面都可以 而wish引导的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不能位于主句之前 就是s引导的非线连性定义从句 就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放到主句前面来 其他定义从句都做不到 这个我们也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你看前中后位置都行 as a poet points out life is but a dream 这是放到主句前面来 正如一位诗人指出的 生活不过是场梦而已 这是放到主句前面 放在主句中 children as is always the case love their mother 孩子们正如总是那样的情况 爱他们的妈妈 这是你看s还是羞耻整个主句了 前面这个生活至少梦 就是世人指出的 这个孩子爱妈妈 就是是这个情况 对吧 放到主句中间了 主句后也行 she became angry as many people could see as many could see many就像many people了 正如很多人看到的 他现在很生气 变得很生气 主句前 主句中 主句后 但是witch不能放在主句前 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 s引导的非线的线的线的总句 它一般还有众所周知 这个意思 一般翻译成正如什么什么那样 都是这么来翻译的 而witch引导的非线的总句 则未必有这个意思 witch未必翻译成正如 而s必须表示正如 众所周知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句话中 witch就不能翻译成s 你看 the sun heats the earth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plants to grow 这个witch确实修饰整个主句 太阳给地球热量 这使得植物能够生长 这个witch修饰整个主句了 但是witch不能翻译成正如 那不能是正如 它使得植物生成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里只能问witch 用s就错了 因为s必须翻译成正如 众所周知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区别 witch未必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个 在s加必动词加淡 就后面加被动 就是s关系代词当主语 后面跟必动词再加淡 过去分子 这个结构中 它可以省略必动词 把必动词去掉 留下s跟后面过去分子 而witch加必动词加淡 过去分子这个结构中 它可以省略witch加必动词 而只留下done 它不能单独省略必动词 这省略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例子 as reported a foreign delegation will visit the city 正如被报道的那样 一个外国代表团将访问这个城市 as关系代词 修饰整个的主句 它后面是正如被报道的 这个事是被报道 as is reported 这个is可以去掉 as reported 这个是正确的 但witch是不行的 witch要把它 它跟必动词同时省略 appearment at large 淘顿的美洲市 其实像appearment which was at large 那个which was被去掉了 省略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四个区别 本分中用s完全正确 那么记住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个as 它在指代整个主句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坚持为 它是当做定义从具来使用的 所以美国人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as如果它在定义从具来 不充当成分 这就错了 你看这个 当然在本文中 可以做这个省略 咱们看看 这个好吧 if s reported they have protected humans from sharks 本文中可以把as has been as been去掉 是可以的 刚才说过了 这个可以做省略 我们下面说一说 as 他如果修饰整个主句 指代的整个主句 美国人认为 它一定是个定义凑句 所以这句话 他们认为错了 你看这句话错在那 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out attack is the bad method of defense 正如拿破仑曾经指出的那样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方法 正如你看这s是指代整个主句 拿破仑指出的不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方法吗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认为错了呢 他认为s只是关系带死了 引导定义从具 他在里面应该充当poil的宾语 拿破仑指出的不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方法吗 那么你就再加个it就错了 那就两个并运 s一定是并运了 他们认为错了 得这么改 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out attack is the best method of defense 把it都去掉 这是美式语法 就是s只代主句 他们认为必须是定义从具 如果这个句子就错了 但是英国人认为这个句子没有错 为什么呢 英国人认为如果s 就算它只代整个主句 如果它在句中不充当成分 这个看作方式壮与从具 他们认为并没有错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三册的42个 三册的作者是亚历山大本人 他是个英国人 你看这个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t'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这个s修饰整个主句 它位于主句之中了 对吧 修饰整个主句 就是洞穴探险会被称为叫potholing 一回事了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 是不是这个事正是 慢慢被大家所了解的 对吧 这个s是指在整个主句 Keep explaining potholing It'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对吧 但是你后面有It来 美国人认为这句话错了 但英国人认为没有错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是方式壮与从具 但是在托福考试里面 最好把It去掉 关系代词在定义从具那边充当主意 但英国人认为这也是对的 比如说 The problem as I see it is no big deal 这个问题在我来看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加It是状语从具 去掉It 那就变成定义从具 s做c的b 再比如说 The author was brought up in a small village as it is recounted in some of his stories Recount叫讲述 咱们在第一课Ping my Adler就讲过 这个作者是在一个小村庄里被拉扯大的 正如在他的一些故事里面被讲述的那样 你看再注意这个It 这个讲述的这事并不就是这个作者 是在村庄里被拉扯大的吗 那说明这个s是指的整个主角 所以美国人认为一定要去掉It 关系代词在定义从具那边充当主意 这个事情是被讲述的 但英国人认为加It也是正确的 所以去掉It 英美都对 加上It 英式语法对 但美式语法就错了 所以英式美式语法 区别很小 大多数一样 也就是个别地方 还确实有些区别 所以托福考试里面 这个要注意 把It这个区别为好 那么s引导限定性定义从具 那在什么时候用呢 限定性定义从具 就一般来说没有动画跟主具分开 这个时候一般在信用词前面 有些词跟它忽悠 大家还记得吗 那就常见这四个词 信用词前面出现了 as so such the same 那么后面关系代词 这个就得用s 而不能用that or which 这样的词 咱们复习这个句子 I need the tool which you are using 我需要你正在使用的那个工具 这是限定性定义从具 这绝对不能用s 因为限定词前面没有出现呼应词 但是这样的句子 你看 I need the same tool as you are using 我需要你正在使用的同样的工具 出现the same 我们必须s来代替which 再比如说 I need such a tool as you are using such出现前面了 后面有s 再比如说 I need as useful a tool as you are using 我需要的和你使用的一样的 有用的工具 前面有s 我们有s 但如果否定句的话 前面有s用so都可以 肯定句前面有s就好了 这个数是限定性定义从具 咱们在复习咱们讲过的 就是第三课 17页的第十行中间 17页第十行中间 such in as the war were generally dirty and free written 那里的那些小村庄 as the war 是限定性定义从具 修饰限定词in 为什么 用s呢 因为前面有such 这是限定性定义从具 有新知识 有复习 好 回到居中 如果正如被指出的 他们保护人 以对抗鲨鱼 这更有可能是因为 好奇心吸引他们 it may have been because 这个it 就是上文中的事 保护人对抗鲨鱼 这个事 这个because 是个表语从具 咱们经常可以说 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用it is because 这个正确 或者这么说也行 the reason is because 这个错了 只能这么说 the reason is that 这原因是这个 it is because the reason is that 都正确 但不要说 the reason is because 那么老外认为 这个从逻辑就重复了 reason已经表明了 英国关系了 这个表明是原因了 后面再用because 这逻辑重复了 所以第一个 第三个正确 中间这是错的 本文中可以改成 the reason may have been that curiously attracted them 这是正确的 注意啊 这逻辑上不要重复 那么可能是因为呢 好奇心吸引他们 或者是一顿 可能的美餐的香味 吸引了鲨鱼 为什么 这个 他们到一块会打架呢 他说了 下一句进一步解释 等于是第五句的原因 那原因背后的原因 那说 propuses and sharks are natural enemies 他说 海豚和鲨鱼呢 是天敌 天敌 natural enemies 在十七课刚讲过 98页第二行 咱复析 98页第二行 this rabbit has no natural enemies in the antipodes 这种兔子 在澳洲 就是地球的另外一面 对吧 这个没有天敌 天敌 natural enemies 咱们讲过 那么 那会怎么样呢 你看这逻辑 为什么 那会怎么样呢 第七句话说了 it is possible that upon such an occasion a battle ensued with the sharks being driven or killed 这个句子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it is possible 这个it 当然是一个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 是that从去到句末 主语从去 主语从去里面 说在这样一个场合下 我们说了 用upon或者on 跟ok人搭配 一个战斗随时发生了 就碰到以后就打仗了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with 在下号线的部分 这是什么结构 三册中的讲过 独立主角结构 在这 句终当然做结果状狱了 那战争发生之后 是怎么样呢 鲨鱼要么被赶走了 要么被杀死了 海豚数量多 那独立主角结构呢 在最前面 可以加一个借此with 这个with 有的时候可以去掉 加不加都行 区别不是特别大 个别有些很小区别 咱们三册去过 在三册说过 但一般差别不大 然后加逻辑主语 the sharks 然后加飞飞动词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我们知道飞飞动词 一般可以不加逻辑主语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逻辑主语 就是主句主语 但本文中 它的主句主语是什么呢 就它所在的主句 不就是这个 这个主语从具吗 它签到主语从内部吗 它的主语是battle 不是战斗被打不好 被杀死了 而是杀鱼 逐语不同意了 在飞飞动词前 加上自己逻辑主语 它不能省了 就是独立主语机构 加上了逻辑主语的飞飞动词 就是独立主语机构 飞飞动词充当什么成分 它也能充当什么成分 飞飞就可以当壮语 这当然还是壮语 being这个词 去掉也是正确的 我们说在飞飞动词和 这个独立主语中 出现being一般都可以去掉 也可以说 with sharks driven away or killed 也是正确的 也对 上面几句话又破除了 第一句话中的第二个迷信 就是海豚会保护人 通过防守证情保护人 以对抗鲨鱼 不是因为他们保护人 是他因为他跟鲨鱼是天敌 你看第一段结构非常清晰 标准的claim response pattern 就是主张反应模式 第一句话给出claim 第二句话给出response 就是这样一个denial 一个负面评价 然后给出一连串的reason for denial 为什么我认为他是错的 然后把两个迷信观点逐一击破 结构非常清晰 回去之后一定要把18课低段 好好去复习 仔细体会 好 18课低段跟老师 我们就学到这儿 有关键的发现 有关键的防岰 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 你肥沉的 我认为是因为 感谢观看